哈喽大家好 我是作家Meta 同时也是佛氏主持的孙女 那么在今天呢 神奇西情之这一本书呢 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喜不喜欢就是 喝西洋情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 大家有没有就是 那种家里有那一种 调理机 就是你整个把那种美国的西洋情 然后就是打进去 你也不用加水 然后就可以喝到 西洋情的原汁原味 那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一本书呢 就是其实这个作者 他是医疗灵媒 就是改变你生命的食物的作者 那他一系列的书籍呢 就其实我还蛮谢谢 出版社之前有跟我分享 他一系列的书籍 那当时呢 其实我就突然有一段 时间啊 我就突然想要尝试看看 这个石着 那这个简单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要透过饮食疗愈 然后呢 你是透过西洋情进化法的话 那至少要一个月 简单来讲就是 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照我刚刚的这样的讲法 然后至少就是 所以你必须要先准备 就是调理机 不是果汁机油 是调理机 就不用再加水 然后你把西洋情整个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之后呢 就是至少总共是四百五十 然后喝西洋情之前 就是你喝西洋情之前呢 最好是可以先喝个温的柠檬水 或者是纯水 就是先喝九百cc的温开水 让肝脏有进化功能 然后等你喝水完的 十五分或二十分钟或半小时之后 再开始打那个西洋情之 再开始饮用 那我当时呢 我石着放 可是我先讲一下 就是这个石着 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做完 因为我记录到 我现在看一下我的记录 因为我有做影片 然后我那个时候大概是 呃 石着到 我那个时候当时有记录 我这边先看一下 我当时的石着 大概是石着到第二个礼拜 就是十四天的时候 然后我就整个 就是整个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会想要 就是石着这个西洋情的 那个石着法是因为 就是我想要让我的身心灵更平衡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你想要石着这本书的话 很简单 就是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先准备 你要先准备有 调理机 就是贵妇人那一种 就是你把西洋情放进去之后呢 然后你不用加水 它就可以榨出致癌的那一种 然后你会天天用的 好好整理的那一种 第二件事情 就是至少要450cc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买的是美国西洋情 不是台湾西洋情哦 台湾西洋情我们有试过 就是土味超重的 真的是喝不下扣 很难喝 但是你真的喝美国西洋情的时候 其实你会真的 我那时候我必须要讲 真的我那时候喝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身体需要它 然后甚至我被疗愈的感觉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喝完温开水 或者是柠檬水 一早起床 喝完温开水或柠檬水之后 然后过了半小时以上 然后你再开始喝西洋情 所以你可能一早起来 你就开始慢慢摸啊 慢慢咽 就一早起来就喝完水嘛 就是喝完快就是1000cc 然后就开始忙东忙西啊 切西洋情用这些 然后用完差不多半个小时 然后你就可以喝 大概450cc的西洋情汁 那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 一天一杯西洋情汁 然后一个月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疗愈 自己身心里一个月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有睡眠问题啊 你可能有过敏问题啊 偏头痛啊 癌症啊 肝脏中毒 饮食失调 关键疼痛啊 焦虑忧郁 那你可以试试看 这样的 这样的方式啊 那我觉得那种 果汁机 大概就是买个 一万多左右 就是可以去那种什么 大卖场 Costco什么 那些可以去买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 所以希望这一本书呢 大家如果有真的实作超过一个月的 请跟我说 但我觉得很好玩啦 因为其实我会分享这一本书 是因为我四月的时候 有厂商 他们找我去讲灵性的饮食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我就有跟他们分享这一本书 以及我的实作经验 然后他们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提供给各位参考哦 好了 我是Meta 我爱你们下一集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喜欢阅读与实作分享的Meta 欢迎大家呢 在影片下方多跟我留言互动 以及订阅小铃铛哦